縱圍沙丘地景藝術 因為連續下雨的關係 不但降低遊客參觀的意願 甚至對部分木質 竹材 或布料創作的裝置藝術 也造成損壞跟髒亂 所以鄉公所將反映給圍館單位 派員來修復或清潔 另外針對部分藝術跟原有的呈現 有落差 鄉長沈青山也予以澄清 今年這個火水這麼磁吸兩三個月 一直都沒停 當初藝術家來這邊部展的設施 這些藝術品 都用這種竹子跟木造 還有一些布料 為白色 受理這種天氣的影響 手為穿青的鐵 為撻陷 所以說沒有去考慮到這種 設施的堅固性 現在看到後面這組 它是做得蠻有特色 但是因為那個氣候館可以變 白色可以變得更黑色 變得更沒那麼漂亮 迷霧森林也是這一種狀態 迷霧森林藝術家他的表述是說 這就是一個天然的做法 這些地景 然後慢慢改變他的景觀 所以說這個造法 它本來就是這樣規劃 因為宜蘭冬季多雨氣候 容易破壞這些造景藝術 因此東北角風管處表示 設施的材料 明年應該會有所檢討改善 鑽尾沙丘地景藝術 未來我們依據這一兩年的經驗 會讓第三屆更好 撞回沙丘地景藝術節 將展期到2月28號 歡迎全國遊客來參訪 宜蘭新聞記者張立林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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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